花莲县政府113年清明节返乡专车 在3月13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开放网络订票 民众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服务网热门连结 113年清明节返乡专车订票这个系统来进行订票 陈车日期是4月3号晚间7点37分从台北到花莲 4月7号下午2点16分从花莲回台北 全票一张只要200块 今年清明节连续假期共有4天 花莲县政府为了让在外求学求职的县民 能够顺利返乡过节 特别开办清明节返乡专车 清明年假是我们华人返乡记住 顺中追远的重要的时刻 县长徐正伟非常的关心 我们所有在外求职求学的乡亲们 能够非常的安全 又能够顺利愉快地返回自己的家里 享受清明的廉价 所以花莲县政府民政处 长年以来都办了清明返乡专车的服务 今年我们在3月13号也将开放 各位乡亲们能够上网订阅 特别的每一张票 县政府补助之后 每一张票全票是200元的价钱 请各位乡亲们把握时间 永远的上网来订阅 享受这样子愉快 以及又安全的返乡专车服务 3月13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民众可以在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服务网 热门连结113年清明节返乡专车来订票 连结订票系统必须登载所有乘车人资料 而满就改为后补 乘车日期是4月3号晚间7点37分 从台北到花莲 4月7号下午2点16分 从花莲回台北 全票一张200块钱 每个人限定4张 有需要的民众请多加利用 介续会欢事报道